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鮑勃 我是文恩 我們這次跟都營巴士合作 要帶大家用一日卷做都營巴士一日遊 首先我們來看看在日本搭公車有什麼注意事項吧 搭巴士的時候只要把一日卷秀給司機看就可以囉 在車上記得不要吃東西還有講手機 另外要喝水的話記得要喝不含糖的飲料 車內的指示也有中、英、日、韓四種語言 我怕會看不懂喔 下車的時候跟台灣一樣記得要按鈴通知時機喔 在日本搭乘公車的話通常都是前門上車然後後門下車喔 那我們現在下車吧 看完剛剛的教訓影片大家知道怎麼在日本搭公車的呢 我們今天的公車之旅會從門前仲艇開始 已經十二點了肚子有點餓了 先去吃個飯再去逛逛商店街囉 來吃身穿萬壽安蕎麥麵 這裡的蕎麥粉是用石臼下去摸出來的 而且他們的蕎麥麵也是手工打造的喔 蕎麥麵吃起來很清爽而且蠻Q的 另外它特別的是這一碗醬汁啊 它的醬油跟這個豬肉煮得非常的香醇 所以蘸起蕎麥麵吃起來很帶勁喔 那在門前仲艇站這裡呢 就有一條門前仲艇商店街 它不但是油頂而且還有一點夏亭的風味 大家可以來逛逛喔 那一日券的買法非常的簡單 按優惠車票然後都營機制通票 然後再按BOM 這樣就可以囉 在都營的門前仲艇站裡面啊 有一個巴士的搭乘資訊的電子巷 這邊也有巴士站啊幾號的巴士站 哪一個捷運站相對的出口 我們要搭乘海零一的都營巴士前往豐州站 我們今天搭乘的海零一的特色呢 從富有歷史的門前仲艇出發 一路經過豐州 然後接下來慢慢去開場的Course 記得要秀你的PASS給司機看喔 搭乘風車的好處是可以看到東京路面 美麗的風景喔 下車囉 我們到了豐州站囉 為什麼我們要在豐州站下車呢 好豐州這邊最出名的是大型商場 拉拉波特 這邊你看漂亮的海景喔 當我後面這個橋放下來的時候啊 然後在上面走走走 夜景是很不錯的選擇 在這邊呢 也有可以看的到海景的咖啡廳 而且啊 在這邊晚上的夜景也是一絕喔 現在離開了拉拉波特 接下來搭乘公車前往台場 我們今天買的其實是都營的700元的夜券 那如果你像我們一樣呢 只要搭巴士的話 也有搬買500元的 都營巴士依據乘車券喔 我們到了日本科學未來館 來看看展覽吧 日本科學未來館啊 就像台中的科普館一樣 有很多科學的設備 可以購家互動喔 這邊有個很大像地球的數位裝置 然後每天會不定期的播放一片喔 未來館七樓的展望台 可以看到台場喔 我們逛完日本科學未來館了 接下來要去看夕陽吃晚餐 玩台場啊 除了可以用走路的方式以外呢 不想要太累的話 像我們今天一樣 搭公車也很舒適喔 我們現在到台場的海邊囉 在沙灘上散散步啦 來台場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搭摩天輪看景色啦 在台場搭成摩天輪啊 可以俯瞰整個台場周遭的景色 而且這邊的夜景超級漂亮的 這次介紹的Doo in巴士一日遊呢 相信是大家來東京比較想要體驗到的遊玩方式吧 那搭巴士所可以去比較小的地方以外呢 可以避免很大的地鐵在迷路喔 終於到了吃晚餐的時候 都自己的餓了 我們今天就在台場吃全巴吧 全巴菜單呢 有很多我們常吃到的 聚酒屋的日本料理 然後它上面都有寫英文 其實不會日文的也很好點菜喔 黑毛和牛加青椒 試試看味道怎麼樣吧 牛肉超級暖的 然後它烤也非常好 再加上青椒有一點苦味 我覺得真的超好吃 試吃青子丼啦 個人最喜歡吃青椒有 可以吃到蛋黃的香甜 還有那個很嫩的雞肉味 以上就是這次Doo in巴士一日遊啦 希望大家來體驗看看巴士玩東京的樂趣喔 我是包婆 我是雲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